华裔前澳大利亚议员胡玉明昨天指控 中国非法拒绝让他入境 当时他和母亲一起前往上海 准备将父亲的骨灰送回 母亲获准入境 而他却遭遣返雪梨 胡玉明出生于中国 1990年移民澳大利亚 曾在雪梨西部的帕拉玛塔市议会担任议员 现年51岁的他一直对中共试图影响 澳大利亚政治一事进行直言不讳的批评 胡玉明表示 事发当时他陪同母亲搭机前往加拿大 先过进上海准备把父亲的骨灰送回老家 周二时搬机抵达上海 但他却遭到无理由拒绝入境 被要求遣返雪梨 胡玉明说 身为澳大利亚公民 他不需要签证就可以合法入境中国144个小时 但当他询问中国海关官员为什么不能入境时 对方只说 你应该知道 胡玉明猜测 他被拒绝入境是中国政府在惩罚他 因为他支持制约外国在澳大利亚影响的反间谍法案 同时他还与一本关于中共对澳大利亚政治 商业和学术界进行渗透的新书有关 雪梨大学讲师布罗菲表示 胡玉明被禁止进入中国令人愤慨 他批评中国使用各式各样的手法 包含禁发签证和拒绝入境来阻止人们参与政治 胡玉明被短暂拘留并遣返澳大利亚这件事 代表着中国官员正在密切注意澳大利亚 根据中国影响问题所展开日益激烈的评论 对此中国驻澳大利亚大使馆并没有相关的回应 新闻时事报记者罗千竹整理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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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